第28章 重死女復活 滾开,坐在上面,他的像貌如同闪电,衣服结白如雪,看守的人,就因他吓得混身乱战,甚至和死人一样。天使对父女说,不要害怕,我知道,你们是尋找那钉十字架的耶稣, 他不在这里,照他所说的,已经復活了,你们来看安放主的地方,快去告诉他的门徒说,他从死里復活了,并且在你们已先,往嘉里离去,在哪里,你们要见他,看啊, 我已经告诉你们了。妇女们就急忙离开坟墓,又害怕,又大大的欢喜,跑去要报纸他的门徒。 忽然,耶稣,耶稣遇见他们,说,愿你们平安。他们就上前抱住他的脚,拜他。耶稣对他们说,不要害怕,你们去告诉我的弟兄,叫他们往嘉里离去,在哪里必见我。 公会联造方言。 他们去的时候,看守的兵,有几个进城去,将所经历的事,都报给祭司长。 祭司长和长老聚集商议,就拿许多银钱给冰冰冰冰冰冰,你们要这样说。 夜间 我们睡觉的时候 他的门徒来把他偷去了 倘若这话被秦府听见 有我们劝他 保你们无事 兵丁授了银钱 就照所祝福他们的去行 这话就传说在犹太人中间 直到今日 门徒奉差遣 十一个门徒往加里里去 到了耶稣约定的山上 他们见了耶稣 就拜他 然而患有人疑惑 耶稣进前来 对他们说 天上地下所有的权兵 都赐给我了 所以 你们要去 使万民作我的门徒 奉父子圣灵的名 给他们施洗 凡我所吩咐你们的 都教训他们遵守 我就尝与你们同在 直到世界的末了 再见 再见 感谢观看